在台湾,旱灾日益严重,必须实施水源配给 从下个月起,新北市和桃园市每个星期两天限水 预料将近300万人受影响 来看本台驻台湾通讯员任百居的报道 旱灾来袭,台湾政府在2月已经实施第二阶段的水源配给 9个县市的工业供水减少5% 但是旱灾灾情持续,全岛各地主要储水库的水位创效新低 石门水库的储水量少过4400万吨 如果不下雨,40天后水库将干涸,灾情严峻 当局只好实施第三阶段的限水供应 旱灾了,这个大概是,照西相机跟我讲 台湾有记录以来,大概相对最严重的一次 这会造成大家在作息上,这一部分已经直接影响到民生 商界领袖建议调高水费,使人们用水时不会过度浪费 台湾的水费是世界上最便宜之一,每吨只收费三毛美金 除了水费过低,专家指出台湾老旧的自来水管 也是导致这次缺水的主要原因之一 光是去年漏掉的水资源就超过7亿吨 大约是全台供水量的两成 新传媒新闻人,买军在台北的采访报导 接着,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